大家好,我是阿莉莎莎 嗨,我是阿莉莎莎 嗨 你們跟外國人喝酒的時候 會不會碰到他們問你一個問題? 你們台灣人都喝什麼? 所以今天我要來介紹 你們絕對沒有喝過的 三種台灣本土酒 而且這一集真的是我史上成本最高的一集 因為這一集是完全沒有業配的 裡面每一種酒都蠻貴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介紹第一種吧 第一種就是這個奶雞酒 奶雞是什麼? 你玩玩看 哦 鳳梨 不是 西瓜 長這樣子的 我知道 荔枝 荔枝 而且這一瓶是30度 30度 這太可愛了 他在巴黎世界酒賽裡面得到全球冠軍 乾杯 多有一點 謝謝 這個不行了 我覺得他喝完整個嘴巴裡面都是荔枝的香味 對,很順暖 很舒服耶 然後有時候還會再加一點氣泡水進去 可是我今天忘記買氣泡水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再喝一點 這妳只有一點 哇 什麼感覺 很香 我覺得這好像還是要把氣泡水一起喝比較好 沒有糖的那種氣泡水 因為它本身是比較甜的酒 氣泡水進去好像可以中和掉那個甜味 有點濃耶 我覺得還好耶 妳有點習慣 沒有硬的啊 關鍋 沒有啦 第二種 就是 茶酒 你一定有喝過烏龍茶 可是你應該不知道烏龍茶也可以釀成酒吧 這個是紅茶 因為烏龍茶的太貴 所以我只買了紅茶的 這一瓶的濃度是52度 所以比剛剛的荔枝酒更強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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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 因為它只要用這麼小的酒杯來喝 哇 而且它也得過獎耶 那我們先開小的好了 來啦 這一次我承認它很濃 剛剛那個還好 有沒有烏龍茶的味道? 沒有 烏龍茶吧 烏龍茶? 很濃 不行 烏龍茶 烏龍茶 我知道它為什麼說烏龜 因為我覺得裡面有一種那種北海道昆布的味道 對 對不對 海苔 海帶 我們已經快喝完了 喝完了 你知道韓國人他們喝完酒之後要 就是你喝完酒之後你要 草克醬喝實在是太強了 所以還有人發明說可以跟蜂蜜水搭在一起喝 什麼? 就先把它加到這個杯子裡面 看看這次有沒有烏龜的味道 乾杯 鳳梅有味 鳳梅有味 這樣比較容易喝 我覺得這個紅茶酒一定要配蜂蜜水一起喝 不然剛剛那個直接一杯 連我這種人都沒有辦法一次直接吞下去 那你的這個好不好喝 說真心話 真心話 真心話 第三種我們要來喝的就是 小農夫鳳梨酒 Logo就是一個像魯夫一樣的小農夫 這個才14度而已 跟紅酒還有白酒一模一樣 欸! 欸! Bugger Bugger 我就是了 我就是了 烏龜的味道 很棒 謝謝你 謝謝你 醬油 醬油 醬油? 嗯 有一點鳳梨的味道 但一瞬 只有一瞬間有鳳梨的味道 還有有點像日本酒 後味 後勁 這個沒有甜的味道 酒太強 酒太明顯 酒清晰一點比較好 咦? 咦?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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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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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 哈哈哈哈 所以三元他不喜歡酒味太濃的酒 可是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有酒味的酒 看完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們以後就不要再買洋酒或是啤酒了 因為台灣有本土酒也非常的好喝 今天我多買了三瓶酒要送給全部你們愛喝的觀眾 你們如果真的很喜歡喝酒的話 然後到我的影片下面 去 到我臉書的粉絲專頁下面 去發一張你們喝酒的照片 我就會選出你們最喜歡喝酒的三個人 然後把這三瓶酒送給你們 真的啊 真的 我也想要 喝不完 好 好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頻道請按下面訂閱 然後也去三元的頻道裡面 看我們有合作另外一部影片 對 我們一起做 湯圓 啊 湯圓 你在講什麼 不是還好嗎 啊 戀愛的話題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我是真的戀愛大師 那請去三元的頻道看我們剛剛有做一個戀愛的話題 訂閱我的頻道 對嗎 對 快 快來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